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國際賽期間我準備了一個題目去跟大家分享 今季的禮物店處於一個變化的階段 當然就是球場上的領導人物不同了 又帶領我們九年給了無數珍貴回憶和錦標我們的高普 變成一個經驗不算豐富,未去過五大聯賽執教的領隊史樂 經歷了季前熱身開始計起,都接近三個月的時間 這位新領隊為球隊帶來了什麼變化呢? 先從一篇Deathletic的報道內容說給大家聽 史樂的管理球隊實際行動上有什麼變化 然後再從賽場上的踢法去比較一下 高普上季和史樂今季球隊的表現是怎樣 會符合一些數據去幫助分析 首先就跟大家看了Deathletic這一邊的報道 其中一個內裡提及到球隊備戰主場賽事的時候 作出了一個非常之重大的變化 就是球隊不再在前一晚入住酒店了 史樂認為沒有比家庭更好休息的地方 所以球員們可以在賽前一天回到家睡覺 甚至乎我們作客曼聯了一場球 因為有些球員都住得比較近 萬設斯特那邊多於利市 他們會被允許不用早一天入住鄰近奧脫福的酒店 不過他們比賽日的時候仍然會用很多時間一起吃飯 休息開會等等去備戰 如果是晚上踢的比賽 他們大概午餐時份就會去到酒店開始集合 大家有留意開我影片的 都知道我4月的時候就去過利物浦市的朝聖 那時候香港利迷圈的朋友們都應該知道 每次主場比賽之前 那個早上都可以去到泰廳的酒店 等高普帶著球員們出來走個圈神運 外拍片那一天就是對白禮頓之前 起碼酒店外面都有2、300人等候 而球員回到酒店時還會特意找幾個人 不去跟球迷簽名拍照互動 我去的當日就有雲迪克和紐尼斯 差一點點我就拿到紐尼斯的簽名 還有高普也會來跟大家拍照 我想這個某程度上都是球會安排 高普又認可的一些親民公關活動 除了入眼飛路之外 這個都算是最容易近距離跟球星接觸的活動 但史樂就取消了比賽前一天 大家一起入住酒店的安排 可能現在這個去捕捉球員神運的活動 已經成了絕暢了 而如果像我們國際賽周前作黑水晶功的比賽 就少不免要早一天到倫敦住酒店備戰 12點半中五開球 球隊的行程大概在8點左右就會開始起床準備 而史樂亦都在每次的訓練和比賽前 會加入一個呼吸的訓練 作為喚醒他們身體的一個步驟 亦都鼓勵球員們每次運動過後 會去浸一層冰水浴 令他們養成這個習慣 來保持著身體的作戰狀態 而對於訓練方式 相信開季以來不同球員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有提及過 史樂會跟球員開很多會 通常都是附帶著一些影片或資料 去指示球員需要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他們之前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時就針對著個人 有時就針對著一個小的群組 例如整個防線的成員 有時就會跟整隊一起開會 雖然會議的數量是增加了 但史樂傾向將每個會議的長度都縮短 從而令他想傳遞的訊息 更加重點深入地去到球員的心底 記得更加清楚 執行上也更加簡單 而可能都因為比較多會議要進行 現時球隊整個訓練日的流程比以往長了 不過若論操練強度的話就會減輕了 因為想減低受傷的風險 而這樣做也令到史樂以往管理傷患方面的明星是不錯的 事少今季除了艾利神 宗斯和基艾沙之外 史樂暫時就沒什麼叫做整傷到球員 艾利諾是在國際賽週期間 跟著英格蘭U21的時候操練才受傷 以及有些人病了缺陣一場半場就不算了 比起大部份球隊來說 我們的傷患問題都算是很輕微 現在減少了操練的強度 但會放更多時間進去健身室 以及在一些醫療或技術團隊設定的個人操練上 而到比賽日前 史樂會喜歡加插一些有比賽成分或一隊一的訓練 令他們可以提早進入一個競爭當中的心態 這樣就會更加容易進入比賽狀態入面 而在平日的訓練開始之前 史樂都硬性規定了球員必須要回來訓練中心吃早餐 不太肯定之前高普是不是硬性規定這樣做 但編報道特別指明了史樂一定要球員這樣做的話 我想在執行上和以往會有些分別才故意這樣說 早餐時間多數是9.9 左右 同時他們回來後需要報告自己睡眠質素等身體狀況 去檢查他們的情況 亦都設置了多一個咖啡巴 在球會訓練中心入口附近的位置 基本上每個球員回來的第一步就會看到咖啡巴 有些球員都蠻喜歡坐在那裡 亦都看到很多照片和影片都有看到球員在那裡互動一下交流一下 關係都蠻融合的 可能這個設置的咖啡巴都有助到改善球員們之間的關係 之後就會有約兩小時的環節 包括了健身、瑜伽和水療等等的項目 然後才去訓練場操練一個半小時左右 大概三點鐘的時間 那球員們就可以放工回去 比賽日之前或者會用多一點時間來開會 但相信史錄隊每場比賽的準備行程 應該都是差不多 以往高普如果要面對一些夜球的比賽 他會在賽前一天 是去到跟比賽差不多的時間才開始進行操練 就幫球隊適應作戰上的時差 但看回我們之前對波羅尼亞主場的歐聯賽事 操練相片都是日光日白地進行 聯賽杯對韋斯咸都是主場的夜球 但基本上都沒見過球隊今季有任何夜間操練的相片出來 史洛對水晶宮的賽前都說 我們操練基本上每天都是十二點的時候就開始 如果這個時間比賽會影響表現的話 我們平時選擇這個時間開操就是一件蠢事 另外通常史洛的賽前記者會也都安排得非常早 很多場聯賽都是星期五的英國時間九點鐘早上已經開記者會 我相信開完記者會之後 都差不多就是回去跟球員吃過早餐再準備開操 而高報以往很多時都是朝早10點11點才開記者會 所以或者他們操練就真的沒那麼早開始都不定 這些就算是史洛領軍的訓練方式 和政策執行上的分別 都是一些比較幕後的安排 不是透過記者的報道 我們就沒辦法看到球會內部的情況是怎樣 接下來下半部就會說回大家都有辦法看到的分別 就是在踢法上的變化 當然很多東西大家其實很容易感受到 或者在賽場上看得到 有些時候我會附上數據去幫助說明 而且除了一些外國的數據分享之外 我也有額外去整理其他的數據回來 首先說了一個和上部份都比較有關聯的地方 就是史洛準備比賽的方式 都是引用剛才那篇報道的內容 史洛在賽前會議通常都會準備好一大堆的資料 說明對方的強項和他想要重點攻擊的弱點 相對而言之前有球員都在訪問說過 高普就對著大部份的對手都是採用同一種的戰術 安察樂體在歐聯決賽贏了我們之後 都說合上眼已經知道我們會想怎樣踢 但史洛就比較多因應對手去作出一些調整 或者人腳排陣上面不算有很大的分別 但每個人的位置走動踢法等等 在個別的比賽都會看出是不同了 例如我們兩個防中的安排 有些時候小麥推前一點 對曼聯的時候又會推加分比上前一點 去埋身迫卡斯米奴和文奴這對防中 近期對水晶攻就變成好像4-3-3 加分比比比賽後面 中斯和小麥一起推上前 對狼隊又會看到羅伯神推得特別上前去參與左路的進攻 又好像對著AC米奴那樣 我們那些死球全部都開得很鐵門 而且逼了所有人進去小禁區製造混亂 欺負對方的門將在禁區裏面出營打手錘的能力比較弱 爭取到兩個入球回來 光拿迪和雲迪克都有入球 所以就這樣看陣容表面未必會察覺到 但每場球其實都有些細微的部署轉變作出針對性的行動 接著就和大家看看進攻上的分別 史洛雖然都有原用高普一些相對上直接的快速反擊 但他亦都加入了一些傳控的元素進入球隊 要求中場更具用球和創造力來撕破對方的壓迫和創造攻勢 以往高普的中場真的可以放三隻弓兵 只要跑得夠快夠多就可以助攻助手連結前中後三線 反正前場就地逼搶成功的話就可以立即發動進攻 直至近年高普才要求中場球員有更強的用球能力 在後場搶到球才可以繼續發動快速的反擊 其實見到所有的進攻基本上都是一個字的要求 就是快 我務求創造出一些混亂的進攻場面 然後就可以利用我們球員的個人質素來把握機會去吃虎 從一個比較簡單的數據比較就可以看得出這件事 就是平均需要多少次的全球去完成一次的射門 今季史錄聯賽中平均需要37.4次的全球去創造出一個公門機會 而上季高普打出的利物浦2.0Transational Football 只需要28.5腳的傳送就可以創造一個公門 少了大概四分之一 而再之前2223球季就要36.9次的傳送才能射門 不過當季我們中場方弄到聯賽排到只是第五 連歐聯的資格都拿不到 去到2122球季我們上次欠四貫的一季就32.3次傳送完成一次射門 所以高普踢得比較好的球櫃 理想的進攻方式其實都是比起史洛直接很多 雖然我們用多了全球才能創造一次的公門 但是全球數字上 長均570.1次比高普接手球以來的任何一個完整賽季都還要少 不過即使量不夠質素上有所提升 今季86.6%的傳球成功率高於以往高普執教的球櫃 而且之後萬成擁有更多傳送次數超過10次的組織 平均每次的組織我們可以傳到4.5次球 比上季的4.2次有接近一成的升幅 所以可以看到史洛的足球更加重視傳控的質素 多於進攻速度和直接性 在這種教具組織性和依賴全球的踢法之下 今季我們長均有2.0的期待入球值 高普的手下只有1.2.2這個爭取4冠的球櫃 和上季的期待入球值數據做得比今季好 不過從射門的數字去看 今季就只有長均15.3次 比上季的20.8次就少了四分之一 為什麼射門數字少了都仍然可以拿到這麼高的期待入球值回來呢 自然就是每一次起腳的質素都要提高 這個也是我今季稍早的時間有提及過的地方 就是在史洛執教之下 球隊禁區外遠射的比率是比較低一些 當你做多些球進入禁區才起腳 自然每一下的射門都帶著更高的期待入球值 但起腳的難度和條件高了 就相對上會減低了我們最終能夠做到的賣門數字 以前都帶大家看過 不論是近兩季的高普、哥迪奧納還是亞迪達都好 他們帶隊的遠射比率大概都是三成多一點 而史洛今季禁區外起腳的射門比率是大概26% 看回之前對森林的蔡侯平 當時踢了四場聯賽之後 甚至只有20.6的禁區外起腳射門比率 近期叫做禁區外的起腳次數都多些 所以才提升到26%比較接近正常的水平 但整體來說仍然是較少 尤其是看到蘇姆斯里的起腳就畏首畏尾 我想除了他自己的信心問題之外 史洛本身也不太鼓勵作出軟射 變相失去了他以往一個好殺吃的武器 這些位置會見到我們比較多了去依賴傳控組織 相對上壓迫的表現就減弱了 近年經常說的PPDA Opponent Passes Per Defensive Action 即是對方全球多少次才會作出一個防守動作 就算是一個壓迫強度的指標 越低的話壓迫得就越進取 我們由上季的8.9到今季的10.4 雖然在英超來說仍然是第四低 但跟我們自己上季去對比 都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再看看我們今季在前場區Final Third 搶到的控球拳 其實只有30次 有10對球做得比我們好 而從場上的觀察去看 史洛也不是急於推所有人 向前面盡快搶控球拳的聽法 通常都是用三箭頭加上攻中 推上去封住由中堅傳上中場的路線 到對方開始往邊線傳球 才慢慢收窄回到包圍網 所以搶得到球的地方 很多時都不是最接近禁區的位置 反而已經去到接近中場 等待對方受壓之下傳送出現問題 而若果這重壓迫都搶不到球 整班球員就會開始盡快回防 去增加後場的人手 以免給予空間對方打反擊 或者一些人小打人小的攻擊 這點都跟之前不停傾著人手上前搶球 萬一對方打穿或者一個場傳交到後場 就形成到一些人小打人小的情況就不同了 這種較為全心全意的快速回防 比較上就提供到一些門前的保護 對方的長均射門數字 就由上季的10.9減到今季的9.1 對方的期待壓球值 更加是由1.22減到0.74 現時我們比對方有的期待壓球值5.17 是全英超最低的 第二的維拉就已經是6.93 第三的阿仙奴就7.37 再打後的更加是萬城和洛定岩森林的7.84 跟我們已經相差了2.67 而平均每個對手的射門期待入球值是0.08 整個英超中只有阿仙奴的0.07比我們低 同樣是0.08的還有森林和車路士 所以我們是成功地把對方的進攻威脅壓到很低 實際的失球數字也只有2球 第二小的已經是6球的森林和阿仙奴 當然我們得到這個數據和對方門前的失擊是有關 但也不可以看消我們兩位門將艾利神和基尼夏的努力 就幫我們達成了這個失小過期待入球值3.17球的成績 所以見到這種防守取態下 我們的防守比起以往穩陣了很多 當然某程度上這個數據的進步 跟我們今季暫時的對手比較弱都有關係 暫時7場的鷹車對手當中有6隊都是下半版 唯一上半版就是僅僅第10名的落定岩森林 但我們就輸了這場球 對手弱自然就比我們更多的控球和射門機會 對方的射門數和質素亦都會比較低 但一些踢法上的分野 我想就不會隨著對手有相當大的分別 看完我們進攻組織、射門和對方的攻門數字 來到最後我想說的是史樂對於球賽的控制力 這個也是他和高普足球之間比較大分別的地方 以往高普的壓迫足球是比較快節奏和高消耗 而且他一想省力的時候其實是不存在一種低消耗的踢法 整隊的表現是會大幅下降的 都很容易會出現一些傷患和體能的問題 但是史樂就比較講求對於球賽的控制能力 拿到領先優勢尤其是多於一球的時候 整隊球都會減少一些作出冒險性的傳送 盡量保持控球權減少對方的進攻機會 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整合出來的數據 我用了今季除了韋斯涵過一場聯賽杯以外的九場球 對比今年1月底至2月中 高普宣布離隊後球隊踢得比較順 五場贏了4比0、4比1或3比1的比賽 因為自己人手採集回來的資料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到很大範圍的數據 那我就從中去抽取不同的比賽階段 球隊的踢法有什麼取向上的分別 而我分的比賽階段主要就是 雙方比分上的差距 這樣才能顯示到兩位領隊領先之後的 踢法取態有什麼不同了 而這一下我想給大家看的數據 就是球隊把球傳向後場區的比率 後場區的意思其實就是 將球場設成三部份 這樣就會分成前場區、中場區和後場區 我就不太喜歡現在的中文評述員 嘗試將Final Third或者Attacking Third 直接逆成進攻三區 因為中文文法上其實這個說法不太通訊 你就這樣聽是不會知道他在說什麼 前中後場區這樣去叫 其實已經很貼切地把球場 可以分設成三份去形容 所以我這次說的後場區 其實就說我們這一方面的Defensive Third 那說回這些數據 我們今季未領先的時候 向後場區的傳播比率就是23% 領先一球之後就是22.7% 基本上都不是說太大分別 但當領先去到兩球之後 比率是提升到30.1% 領先三球之後就是32.2% 其實都跟我們平常的觀察情況是幾接近的 而去年我拿出來比較的五場球當中 未領先和領先一球的時候 向後場區傳播的比率分別就是16.4%和16.8% 比試落都低了一大截 但至少兩位領先少於一球的時候 都還是保持著一般情況 比較進取一點的踢法 而當領先去到兩球之後 向後場傳播的比率就提升到20.3% 比之前計算高了一點 但比率又不算很多 亦還是比起試落在正常情況下來得低 直至領先三球 全向後場區的比率才大幅提升到29% 和試落領先兩球之後 想要控制球錯的比率就開始接近了 所以高普認為的安全距離應該要到三球 而試落在領先到兩球之後 已經開始做出明顯保護控球權的動作 大家都知道高普的足球就是高風險高回報 當球員的跑動速率開始減低 集中力開始下降的時候 防守能力也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兩年前的中場方 我們不夠跑動力的時候 球隊的成績可以一落千丈 看看剛才說的五場球數據 我們未領先的時候 是33射對著對方的17次射門 領先一球之後 就是30射對著12射 領先兩球之後 就是27射對著9射 基本上都是擁有著對方2-3倍左右的射門數量 但一旦我們領先到三球 情況是馬上逆轉了 就變成6射對著11射 別人的射門量是接近我們的雙倍 一放鬆之後 整場球的危險程度是馬上急增 相對而言 史諾今未領先的時候 是46射對著18射 領先一球之後是54射對著29射 大家要留意的 未必是確實射門數量有多少 因為兩個賽季上不同比分差距的總時數 其實是不同的 我認為雙方射門數字的比例 就會是比較值得留意的地方 未領先的時候 我們射門數字是對方的2.5倍左右 而領先一球之後 稍稍低一點 就去到兩倍低一點 而剛才說到領先兩球之後 史諾會開始收慢對球的進攻節奏 沒那麼進取之下 領先兩球的射門數就變成17射對20射 領先三球之後就是16射對16射 雙方射門數量就變得非常接近 這就是史諾開始流力控制比賽之後的狀況 至少形勢上就沒有去到好像高普 射門數又是對方的2-3倍 會變成只剩下對方一半那麼極端 不過當然如果想要控制比賽的話 單純雙方射門數字扯平 都不算是一個特別出色的控制能力 對方每腳射門所需的時間 由平手的時候16.2分鐘 領先一球就去到9.9分鐘 然後領先兩球和三球 就已經剩下5.3和5.4分鐘 有個安全距離開始養生的時候 對方創造公門的時間 是比起平手的時候 只需要三分之一 那麼我們的猜傳對比賽的控制能力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出色 而史諾也還有需要改善後場的猜傳能力 我們很多的猜傳都挺危險 若果好像對著水晶弓和狼隊 有段時間被人壓著 在後場傳不到球出來 又比較多出現失誤的時候 這樣被對方圍攻 其實如果是實力強一點的球隊 追回兩球 甚至乎反勝我們 都絕對不是出奇的情況 那麼這個後場猜傳能力的不足 是足以成為我們在地獄賽程中 被人抓住來打的一個大弱點 好啦 其實今集要分享的內容都差不多了 我主要都是想和大家看看 新領隊史諾來到之後 為球隊的管理和踢法上 帶來了什麼變化 後段就引用了很多數據 去講一些踢法上的分別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都會了解多了 接下來國際賽州仍然會繼續下去 下星期都會和大家總結一下 下球員門國賽州的情況和一些球會的新聞 之後就等到星期六 再次對著車路士的比賽前瞻 好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李斯台逢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 報導有關球會的消息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李斯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再見 再見